真实快乐家全新系列 为您播出丰盛的乐龄生活 风志姐 你好 金芳 你好 风志姐 要怎么优雅的老去 到了年老的这个阶段 要怎么优雅的老去呢 是的 我在小时候 老人家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除了他们外表 领咒 领咒 法摆之外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样子好像很愁苦 很忧伤 我真的很少会看到那种 快乐 开心 喜乐的老人家 我看到的反而是我的外公 我外公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对我自己说 我年老的时候我要向我的外公 他虽然满脸皱纹 头发也渐渐没有了 但是他给我的印象 当我关起眼睛想到我的外公 他就是很慈祥 笑嘻嘻 而且他也是很有风度 很有才华 因为他喜欢诗诗字画的 他的工作是在铁路局 里面做局长 所以他退休以后 虽然他因为经历战争 什么家境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会发现我的外公 无论是穿着 虽然已经是初衣了 但是他的那个圆池 他的这个待人处事 还仍然是这么的君子的样子 当然我们到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就会生活中有很多消极的事情 就比如说身体的疼痛 有疾病 还有呢 无论思想和行动也磁网 而且你已经失去了 在社会上的地位 没有人再来崇拜你 来敬仰你 我记得我的父亲退休以后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只有他的 以前跟他工作很多年的司机 来探望他 那真的是有一种哀伤 对不对 那年长者又有死亡的阴影笼罩 那还有发现记忆力越来越消退了 那外形也不好看了 对不对 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呢 英俊貌美的这些人 到晚年的时候会感觉到特别的凄凉 特别的心酸 因为他没有年轻时候的样貌 那么在心境方面要怎么调整过来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是不管什么年龄 我们都要活得有尊严 我们都要活得有尊严 还有死得有体面 这样的心态就会让我们能够积极地活下去 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年轻的时候呢 尤其是女性很看重 一点黑斑也要去洗脸 可是我发现到了一个年年 你接受自己已经是有皱纹了 有眼袋了 好像我这样 头发越来越少了很多 那就会有一点的恐慌 但是我会发现当我们接受老就老吧 那种心态反而让你是一种的释怀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心态方面一定要调整过来 要接受事实 老去也是很自然的 你还有身边这位很多朋友 你一起老的呀 对吗 是啊 好像我会看到一个时候 年长的男性也是软发 软到黑黑的 软到很不自然 可是因为最近两年 也因为疫情阻断 有很多人就不方便去理发院 或者这个发廊 就开始摆发 后来发现 原来灰白的头发 也是一种的 另外一种的美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接受你自己 反而是最重要的 我常常说 我们不能胜过的 反而是自己 自射障碍 别人都不是太在乎你的外貌 我相信你跟人相处 大家都就是在乎你的态度 对吗 对 有一句话说 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自己是很荣耀的 是 我年轻的时候 反而觉得 快点年老会比较好 因为年轻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文凭 也演讲 可是人家都看你 你年轻人们说什么 反而到了一个年龄 再加上生活的丰盛 再加上与人接触的那一种累积的智慧 反而让我们更加被尊重 对不对 是的 那么我们希望自己到了年老的阶段 都能够生活仍然是丰盛的 是充实的 在这方面也是要特别的用心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我们知道秋天其实就是借丰盛的果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丰盛的热灵 真的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也是能够借很多丰盛的果子 成熟的果子 那你看到有时候有一些果子还没有熟的时候 就被藏下来 结果吃了 不但不好吃 反而让我们的舌头很赤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样有丰盛成熟的果子 就是年纪越大越要依靠思想 对自己和事物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 不仅要把握好事实 也要把握人生的意义 那有很多的年长者 他们就是用手机 收到很多一些假新闻 假视频 他们就非常的相信 真正别人跟他说的话 他不一定相信 那就会造成言语上就变成很不知 那还有一些年长者可能活得太无聊 没有想到别人 其他人会很忙 所以常常就会去发送很多的信息给别人 可是发现别人又没有看 又很生气 尤其是常常发给自己的孩子 孩子没有看 忘记了孩子比我们还忙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平和 一个调和 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吧 重新来认识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从年轻到老 我们也会变的 那再加上如果身边也没有人讲我们 或者不敢讲我们 或者我们不让别人讲的话 那那个老王故乡已经在那边了 其实人活得越久 也应当更坚强 更美善和可爱 因为我们有了经历 虽然我们没有年轻时候的悸情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很成熟的生命 我参加一个葬礼 那这个老公公去世的时候 就听到他的孙辈们 在回忆 在分享跟这个公公相处的日子 他们都有深深的不舍得 深深的来怀念说 公公怎么样跟他们分享的智慧 公公怎么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陪他们 公公当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说的话都醒悟了我们 赞救我们 哇我听了我心里说 我真的要像这个公公了 对不对 真的是福家之宝 对 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给人的这种感觉 那么要怎么样越老越可爱呢 首先要告诉自己 我们要做个快乐可爱的人 今天早晨我跟我的孙子谈话 我就跟他说 因为他今天早上不乖了 闹给气了 我就跟他说 哦你是 你是可爱的孩子吗 他看着我不敢出声 我就跟他说 哦我来看你是好可爱的孩子 他马上就笑了 因为你们发现人都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可爱的 同样的我们年长者 我们也希望给人家印象 我们是越老越可爱 那可爱不是那种老玩 什么 可爱不是那种好像小丑无知 做讲啊 做了一些很无知的事 可爱就是说 有很美好的亲和力 人愿意来借助你 是有亲和力的 就是也有一些老人家很在意别人对他是怎么看的 在这方面我想也要释怀了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不能够来禁止别人怎么看你 怎么说你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如果我们听到别人的批评 别人的意见 很可能就是上天接着别人提醒我们的盲点 那我们通常我本身听到批评 我就会先自我检讨 很可能我们真的有那样的盲点 对吗 不要很快的就反驳反弹了 如果真的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是对方的误解 我们可以去解释 如果解释对方不听呢 那我们就打住了 因为你不能够听作辩论 能够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不对 在我的交往过程中我会发现 喜欢你的人呢 即使你很多的缺点 很多的盲点 他还是喜欢你的 甚至于会为你辩护 对不对 那些对你有成见的 本来就不喜欢你 或者妒忌你有某一些的才华 或者很愤怒你活得比他好的 这些人你不需要解释 越苗越黑 对不对 那最主要是 我们自己不要太过有完美主义的想法 在心理学里面说 十个人有六个人喜欢你 你已经是很不错的人了 因为呢 另外这四个人 一个呢可能向来都对你成见 你不用希望他对你会喜欢你 还有一个是他的好朋友 两个人也会影响而不喜欢你 另外一个人他可能 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怎么会喜欢你 对不对 还有一个人呢 他是向来都很愿意的 很消极的 你也不用希望他喜欢你 我觉得他在意别人来喜不喜欢我们 通常都是太完美主义的心态 我认识一批的年长者 也不是很年长 六七十岁 他们有空的时候 他们就帮忙这个社区 去分这个午餐 给那一些有病的 独居的 没有人照顾的 那些老人家 反而我看到他们这种热心服务 他们自己反而是很健康 而且阳光灿烂的样子 都忘记他们年老了 所以要做一个可爱的人 最主要就是 私比受更为有福 对对对 真的 这是名言 我们都要牢记 私比受更为有福 让我们优雅的老去 今天非常谢谢 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跟我们谈 如何优雅的老去 我是罗靖芳 我是袁凤珠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了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0 6 6 5 7 8